每当内鱼有什么大比拼之时,在龟龙内鱼有流量艺人的时候,有一个人是怎么都避不开的,甚至于在作读给其他小艺人抬咖时,吕自贝拉出来的那个艺人也都是肖战。 初到七年,肖战已经达成了绝大多数艺人二三十年都没有达到的成就,他有作品,有代言,有粉丝,有实际,有流量,这比那些在娱乐圈忙忙碌碌却烟幕于人烟中的艺人们好太多太多了。 然而,作为一个半路缝起自己原本事业来到内鱼的打工人,肖战自己本身是没有资源的,他所遭受的内鱼不平事也不少。 而如今的肖战已经获得了属于他的相对公平。 这个世上本就没有绝对的公平,若肖战此时是资本,还会有更大的资本来打压他。 更何况如今的肖战依旧是那个在娱乐圈站里都打工仔,只不过如今的他比之七年前,真的是天差地别。 作为一个艺人,肖战付出的艰辛远远不是大家所能够想象的。 而他也最红,肖战播出的每一部剧都是有效播出,都会在国内与海外掀起不小的分浪。 他的商务代言也是最多的,他本人的话语权也在逐渐增大。 与此同时,他获得的资源也是肉眼可见的变好,一切都在向着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。 在很多人看来,似乎娱乐圈的艺人如果达到这个高度,应该是牺牲了自己的原则与底线。 然而事实上,总会有那么一些人对原则与底线的坚守,是有着他人无法想象的坚持。 肖战就是那种人。 娱乐圈毁掉一个女明星的方法就是造黄瑶。 而男明星又何尝不是呢? 因为肖战的坚守底线,所以他的背后站着的从来都不是资本,而是一个又一个可以合作的伙伴。 所以当这一切谣言发生在肖战身上之时,他很难去处理这一切,刚刚进入娱乐圈时。 肖战被淘汰了,所以他收拾东西回家。 把自己吃饭了十几斤,要不是冷断的重组团队。 肖战不会再回来。 加入X9少年团之后,资言极少,龙丹妮不去管他。 所以肖战自己打车,跑剧组,参加练试。 这才有了如今粉丝们可以考古看到的小透明。 譬如捉摇剧中快快乐乐的小妖怪,素人特工中一个连名字都没有,却还要爬高楼的小男孩。 长着男主的脸,眼着男二戏份。 但实际上是男三的北腾默然。 如果肖战没有坚守自己的演则与底线, 那么肖战至少能提前四年对大众所熟知。 就仅凭他那争恋。 如果肖战放弃了自己的原则与底线, 那么那场数字事件持续的时间也不会有十个月之久, 粉丝们也不会为他当今受怕十个多月。 很记性,肖战有着足够的智慧。 他靠自己的魅力与努力和公平客观的观众, 在内与闯出了一片天。 互联网上对于肖战的抹黑与造谣污蔑从未停止过, 肖战本人的告黑之路也从未停止过。 奈何总有人认为自己是那个例外? 过境千方,肖战的未来早已由他自己亲手感谢。 他会不烦,肖战。